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8月19、20、21号三天 我们有一场的活动 这场活动的目标 就是要来推动我们的阅读 阅读对基督徒来说应该不陌生 为什么 教会都鼓励我们要看圣经 所以我们这个信仰 是跟一本书有关系的 所以圣经是一本 已经书写并且出版了著作 除非我们打开来读 不然这本书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果没有读 它仍然是一本毫无意义的出版品 所以基督徒在历史上 很多时候是跟这个书里面所讲述的东西 后来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的信徒 他们从阅读当中领受了上帝的话 并且继续地把这话里面所讲述的东西 书写出来 再由其他的读者在读这本书 所以一代一代信仰的传承 是经由一代一代的写作者 以及一代一代的阅读者 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 其实牧师一个好的讲章 一定是通过大量的阅读 或者这些以前著名的分心家 他们的讲道 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阅读 不可能有很好的讲道 也有很好的事情 所以阅读是一个教会不能够回避的话题 欢迎大家来阅读 因为阅读才是基督徒生命当中 一个很基本的要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